迎接光辉十月 我们带您来看看平正有这间国旗屋 屋主他叫做张老旺 为了让七海飘扬 他自掏腰包在这里挂国旗 那么他计划是用6000多只的国旗 要把中贞市场到中贞车站这一带通道插满 目前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国旗隧道的景观了 说起这位张老先生 他是在中贞市场开启了一个云南道地的小吃 那么由于小屋子里头都插满国旗 他也意外成了外地人口中的国旗屋了 随着现在进入了光辉十月 他的心情越来越兴奋了 把这七海飘扬的美景跟大家分享 还自行规划了一个挂国旗路线 看起来实在有点像庙会一样张灯节彩